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大把的时间拿来放肆 别犯错就好 二 马上20岁的你 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哦 原来是王源弟弟自己的答案 他更愿意为喜欢的女孩子写歌 唱给他听 照顾他 哇 羡慕他未来的那个女孩 王源弟弟 养生是什么 20岁的我需要吗 五 如果选择一种纪念青春的方式 你会选 王源弟弟选了秃头 还说 会像张东升一样戴假发 知道张东升 看来是一个追剧的boy 同款剧 隐秘的角落 哈哈哈哈 我们基本都和弟弟一样 慢慢地意识到 有很多的幻想是无法变成现实的 它会变成我们的一种遗憾 但我们也要像王源弟弟一样 还是要相信有很多梦想可以实现 别让赤裸裸的现实 掩埋掉了我们心中梦想的种子 要怀揣梦想 相信明天更美好 发想象中 二十多岁的青春最美好的画面是什么样的 二十岁开了场万人演唱会 肆意挥洒 引全场大合唱 我觉得 这个一定会变成现实的 我们一起期待王源弟弟的万人演唱会 期待万人大合唱 这真的是我印象中的王源 他肆意又张扬的青春 内心细腻又温暖 敢于挑战 敢于尝试 随和又散发光芒 对音乐孤注执着 永远怀揣热爱与美梦 在长大过程中接受了失望 也遇到过欣喜 认识到世界 认识到现实 却也还保留着内心的执着与纯净 简单又纯粹 最后 来自王源弟弟的追问 你的二十岁呢 欢迎分享